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慧琳和张智琳这天齐齐亮 上为中秋节的月饼广告做宣传 不知道两位今年中秋节又会怎样过呢 今年中秋节我刚好也是我生日当天 9月13号 对 生日快乐 谢谢 那你会怎么庆祝呢 其实都是很简单 就是跟家人一起切切蛋糕 吃吃月饼 真好 今天可以出去赏月啊 多了一个节目 真好 对 我应该也在香港跟家人在一起 因为我觉得中秋节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一个节日 对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跟家人团聚 那我也会尽量陪伴家人 可是如果真的有工作 真的不能推的话 也会以工作为主啦 因为始终是男人嘛 男人还是以工作为主 对 家人舒服 就好了 暑假就来到了 Kelly就说想两个儿子可以跟Chillam的儿子摩同学玩滑板 但是听到Chillam这样说 相信Kelly应该都要再考虑一下先啦 我就是带他去那些滑板的地方 那我就很酷的嘛 就坐在旁边不是很理会玩 突然间呢 因为那里除了玩滑板之外 还有一些花式单车玩的 就是那些地方不是只玩滑板的嘛 Scooter啊 花式单车都 他就跟那花式单车撞过正着 那他就砰 那一撞撞到 我听到啊 他就直接就暈了在地上 那我很酷的 那我买了 有没有事啊 就是我不会 喂 怎样怎样 就是我没有这样的 那我又怕吓死其他小孩嘛 因为始终是意外 那你太害怕 那别人花式单车那个人都很害怕 那他就在那里翻了眼 那所以我又帮他摸摸摸摸身后 那接着他又醒了 那我就继续玩了 那没事啊 大家继续玩了 那其实我心里是很害怕的 有一次踢球也是这样的 不过是我闪到他那里的 就是我打算交个球给他 谁知道 那他就中了个气门 又是这样的 他就说 哇 吓到我那时候 怎么样 有没有事啊 那他就慢慢又醒了 那要 他受了千徐百年 可能把头盔给他了 但是打到他气门嘛 没办法 规格 要规格 要规格 Bion Man 那你会不会以后都不会带你出去 我很少告诉他这些 我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大家帮我保守秘密 看完影片就算了 好 谢谢大家